观众朋友们 本讲座的上半部分 张博书教授分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过程 和那一代思想者的认知局限 这个讲座的下半部分 张博书教授将现身说法 回顾自己青年时代观察社会 追求真知的心路历程 讲述自己如何从否定异化论开始 追溯经济行为自私性的人性根源 到试图创建总体人学的经历 以及早年研究和当下对中国专制主义批判性研究之间的历史联系 可谓一份难得的思想记录 本讲座的最后 张教授还以学生的要求 讲解了他对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的三重理解 下面请大家继续分享第四讲的下半部分 那咱们这样 咱们我先把这个我原来准备讲的东西 把它讲完 然后的话咱们再拿点时间 咱们就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今天的话你应该说大家关注这个话题 也是这个题目范围之内可以涉及到的 这个刚才说八十年代 那么我自己的话呢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 应该说的话确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过我自己这个关注这个问题的思路和角度 不太一样 那不太一样 所以的话呢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一个回顾一下 我自己这个心路立场 这个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对社会问题的关心 我要回想起来我自己的话呢 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就开始 当时的话我还在工厂 那我七二年初中毕业以后 七二年初中毕业以后 然后进了北京的一家工厂 那国营企业 那就是离咱们现在八间房不远的 那讲台路那个地方 哎 无线电二厂 就是今天的那个什么什么爱毒医院 和那个 就那个地方 我等于是七二年就到那儿 然后读了两年半的迹象 其实迹象也没学什么东西 两年半用了半年下乡学农 这个学习接受平壤中东再教育 另外大概有半年是在工厂里面车间里实习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真正是在那课堂读书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很短 然后毕业以后留在工厂 进了车间 穿着工作服 自己也穿了工人阶级 就那么个情况 到七八年考大学之前 那段时间就在工厂里面 但是我在工厂那段的话 正好是文革的后期 正好是文革后期 文革后期的话 当时 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当时正是所谓学习 毛泽西的这个 学习这个 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理论 学习什么 马鞍33条语路 批判自产阶级法权 正那个时候 工厂也都组着学习 也都在组着学习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其实我自己回想 就是在工厂的时候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我接受了半天的教育 都说是工人阶级 大工不私 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后来我到了工厂以后 一看 不是那么回事 不那么回事 我在那个车间里面 那确实都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你们都可能想象不出来 我当时在什么车间里面 叫机械加工 车前洗暴膜 而我那个工种的话呢 比这车前洗暴膜 还有 我那叫板筋工 板筋工你一天怎么乐了 板筋工就是敲铁板 他简单说就是 敲铁板 汉阳铁壶 敲破去的 当然我在那工厂 因为是是无线电厂了 所以我们敲的不是 不是一般的铁板 是这个机器的外壳 仪器的外壳 那我就干这个 那时候我还真是 真是挺下功夫的 弄个错刀的话 就怎么给它 错出个平面的 一点不耐那什么的 是吧 下了很大功夫 但是可能可能天生 不是这块料 是吧 干了半天的话 最后技术也还是挺潮的 实话实说 当然也说脑子里边 不安分 就是老是琢磨这些问题 上班的话 能像那时候 我住在宣武区 是吧 跑到朝阳区九弦桥 早上起来一个半小时 是吧 五点钟就从家出了 六点半的话 就就到工厂了 到那以后 不干别的找本书看 是吧 就这么干 那时候你都看着 这小伙子奇怪 是吧 这么早跑到这儿 看书干什么 那个时候就开始 琢磨这些事 就觉得好像 这工人的话 实际上他这个 不像这个原来 学的那套东西 说是好像这人 这个工人阶级 如何如何 大公无私 是吧 不那么回事 看来就给他两个 那时候还没奖金 是吧 但是反正是 年轻人一般是 偷奸少华 能少干点就少干点 老工人的话 他的确是很踏实 是吧 干你活的也确实很那个 但是你跟他了解了 他也没有表现出多高的觉悟 所以脑子里边确实就在想这些事 是吧 再当上你们知道的话 咱们七一年这个林彪 那个事情出来以后 看那个五七一工程 后来都是当做批判林彪集团的这个材料 发到最基层 发到最基层 那这工厂里我们都看到了 都是影印件 当年这个林立国他们搞的那些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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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九二以后政局不稳 什么国富民穷 啊等等等等 是吧 哎 B52如何如何 发到基层啊 发到车间的 都有啊 都有 B52 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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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原始材料 发到最基层 车间 啊 你想想 这个时候可以毛主席批示 照发 现在不敢 现在中宣部那什么 全部还打电话呢 都不敢留个字 啊 是不是 你就想想 当时他还居然是 他把这材料居然发到最基层 大家都看到 其实确实啊有人讲 说 这个 这个 当代中国人的启蒙啊 是吧 很多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从七一年开始 七年以前 很多确实还是想想 毛主席的了 伟大的不得了 是吧 文化革命伟大的不得了 确实还是从这个角度去 是吧 三终于四无限 早请是晚回报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做戏像今天似的 是吧 是吧 七年以后 哎呀 一看这东西 这东西好家伙 看来这里面倒深了 是吧 倒深了 真是有来的 是吧 私下里有没有 有没有表示在哪 嗯 一般来讲 在私下里说 很深入的讨论这些问题 他还是不敢 嗯 就变成脑子里有点怀疑 他不敢 是吧 大部分人就是 反正确实看了以后 觉得震撼 震撼 但是话呢 要是想的多一点的 他就开始去琢磨了 是吧 为什么到了76年 四无运动的时候 会出现这么一批人 那那么是经过这几年啊 那些个应该是最早的 是吧 也比较喜欢思考的 是吧 也有一定胆量的 是吧 他逐渐就开始这样子 反思我自己的话 当时的确就是 是吧 一个是七年以后 看到这样些个材料 然后在工厂里面 看到这个实际情况 是吧 然后到了76年 文革结束以后 到77年就开始 在工厂里面 恢复一点小小的物质奖励了 那文革以前呢 文革当中呢 是把这个物质刺激 是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的 是吧 那只是讲就是 是吧 要要要要为革命如何如何 是吧 当时到了71年就不一样了 是吧 你干的好点的话 最后评比 评比完了以后的话 拿这个一等奖 发你个脸盆 二等奖发你个饭盆 是吧 就是那样 一个饭盆也不错啊 你想 他觉得一方面是一种荣誉 再一个也是实际问题 也解决实际问题 是吧 诶 就是开始小规模的物质资金 那时候就开始了 诶 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人干活的镜头都不一样了 我自己思考问题 实际上从这开始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跟我原来学的马克思主义 学的什么这套东西 无产阶纪修革命理论吧 马上这也是33条 限制资产阶纪的法权吧 是吧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 来 在工厂我得开始琢磨这事 所以 我记得很清楚吗 当时从我们二厂的这个这个图书馆 借这本书 是人民大学徐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 很好 这书写的确实 从现在看来的话也是 这个 应该说是非常系统的 准确的 讲了资本论里的那些基本原理 甚至比我们后来 编的一些个这种同类的书都要好 我当时非常认真的把这个书 看那边做笔记 那当时我那个车间的支部书记 嘛 为这件事对我大为赞赏 这小伙子真用功 开始做了这些事 那时候才二十块零岁的年 所以后来我考大学的话呢 我是非常自觉的 报考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专业 那为什么报这个专业呢 就是在这个 一个是觉得好像这个专业啊 他对解决我这个脑子里问题有帮助 再一个也是 这个政治经济学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上大学之前 他的这个基本的东西我已经读过了 那 就是开始开始开始琢磨这些东西 那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话实际上就是 怎么理解在经济行为当中 经济行为当中 这个人 那他这个工人也好 他是个农民也好 还是个人们什么也好 他为什么会有一种自私性 但是他是受他的个人利益驱动 他在做事情 这个东西的话呢 过去文革当中是一直是不承认这个东西 一直是批判这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的话呢 非常之顽强 文革当中拍过一个电影 金光大道 浩然的小说改编的 浩然还有另外一部小说叫艳阳天 也改变成电影了 文革当中 这个金光大道里边有一个镜头 我是记得特别清楚 讲的是五十年代初 来搞这个互助组之前的还是 凑着走体体化的道路 那但是的话呢 也讲要发雅致富 那我记得咱们好像第一第一讲 咱们讲那个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里面 咱就涉及到这问题了 刘少奇就主张还是 适当的要发展一点个体经济 不要害怕人们去追求致富 是吧发家致富还是可以提倡的 甚至党员也还可以雇工的 当时刘少奇这个五十年代初 是有这个提法 所以金光大道里边就有一个情节 那个党的这个这个村子里边的支部书记 就号召这个这个人们去去去去发家致富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一面墙上 发家致富四个字 但是呢 电影里边当然要表现 贫下中东对这个义愤填膺 发家致富走的是资本主义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 所以有一个镜头就是 那里边有一个有一个人物叫猪铁汉的 一个愣头亲一小伙子 上级之后拿那个大大铁锹 就把这个发家致富四个字全部铲掉 电影用这个特写镜头把他这个拍的非常之壮观 你没看过电影所以我我这么说你们想象不出来 就是这套啊就是他过去一直在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认为这人的话呢似乎是可以靠这种精神的力量来如何如何的 那 而我自己的话的确在工厂里面看到的 全人相反 全人相反 到底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是我自己的话 就是应该是思考这个问题啊 是确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后来啊到了1988年 我的第一本书 那 为什么叫做经济行为与人呢 经济行为与人副标题叫经济改革的哲学思考 当时这个贵州人民出版社是那个传统与变革 这个话题的话呢 确实是从这个工厂那个时候就开始琢磨 后来上大学继续琢磨 而上大学期间的话呢 你看我七八年上大学 是吧 79年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感到 哎呀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论的怕说了半天到最后还是强调一个 最后还是功劳制 是吧 还是一个社会主义 还是一个共产主义 劳动成为人的生活的地域需要 没有我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啊 没这个回事啊 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办继续往前追 从马克思追的黑格 你马克思资本论的话 的确实际上是从这个这个 很多的基本的这个这个这个方法论的那个套路 是从黑格那来的 从他逻辑学来的 所以我就读黑格 就试图想想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想解决一个 如果说人在日常的经济行为当中 在他的日常的经济活动当中 是吧 他总是有一个利益驱动在这里边 或者说的话呢 他的行为当中总有他自私的那边在里边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到底如何从社会科学上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这个问题 涉及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问题 所以我当时对黑格的一个提法 我就特别的感兴趣 黑格就讲了 说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恶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当然这个观点的话呢 也不仅仅是黑格的 康德也说过类似的观点 也谈过类似的观点 亚当斯密也谈过类似的观点 到马克思这儿的话呢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他也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 他对于商品经济的分析 其实还是有这个前提 否则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价格的机制 到底怎么形成的 价格之所以能够在供求关系当中 最后达成一个平衡 是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到自己的利益 是吧 在这样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一个价格 价格的机制和供求的机制 实际上是建立在 人人都在建立而为传的一个基础上 而这条的话呢 在哲学上马克思就从来没做过任何分析 然后呢后来的话 屈原就变成了一个 是吧 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了 我就觉得这里面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当然这个话题 我现在这个书里面仍然在抢的这个东西 这问题实际上的话 在他那是没有解释的 没有解释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看来 对人的本性的问题的理解 是一个基本问题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句话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 我们要找到人的经济行为 人的政治行为 人的文化行为 它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基础 找到它的一个人学的基础 这是我在上了大学二年级开始 应该说这个问题在脑子里面就是很 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要寻找这个问题 要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恰好就是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的争论 那这个时候八十年代初嘛 正好开始 正好开始 所以我自己对这个1844年经历学手稿的阅读 也是在80年那年做的 我记得特清楚吗 80年的话当时我所在这个学校 是搞这个五四经济科学讨论会 我提交的论文就是关于 题目就叫马克思的这一话 那后来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论文 仍然是谈这个问题 是吧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呢 后来我怎么说呢 他多少吃了点挂烙 那我当时上学的学校的话 是人民大学一分校 那人民大学一分校 这个1983年初 毕业的时候 本来的话呢 根据我的成绩是应该可以留校的 那 本来是应该是留校的 但是 就是因为我从大学二年级到毕业 一直在琢磨这个什么什么 这一话理论 也写了一点东西 尽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但是 在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的系主任 这个这个领导那看 这东西比较比较悬 那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开展对精神污染的批评 就觉得反正这个事比较悬 所以最后的话呢 在我毕业的时候的话呢 当时还是分配的 不是不是自谋之路 自谋出路 最后给我给我搞的一个另外一所学校 就是清华大学学校 到了教书去了 本来是我应该是留校的 那我们班呢我记得是留了 留了大概五六个人吧 那就是根据我当时的成绩 我留校是毫无问题的 第一选择就应该是我 最后的话呢 大概也倒没给我搞的别的去 觉得可能我这人还是个教书的药 所以我搞的另外一所学校 就这么个情况 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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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异化问题的话呢 我自己也是很关注 但是从我刚才介绍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对异化理论我个人的关注的话呢 和当时社会上的大家共同讨论的这些话题 是有差别的 实际上我更多的是从什么呢 就是异化理论乃至马克思的整个这个理论当中 他对于解释我这个问题 有没有帮助 帮助有多大 两年的思考过后 我的结论是 帮助不大 或者说的话这个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 是做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设定 他首先上来就把人的本质设定为 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刚才我用的词是巴黎手稿的原话 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人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本质 所以才引出了一个 是吧 当这个人的劳动没有体现这种本质的时候 而反过来扫定了这个本质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劳动就是一种异化的劳动 这才引出这个话题 所以才引出来就是人 他说资本主义的话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劳动 为什么呢 所以人呢 在不劳动的时候才感到是很自在的 在劳动的时候是如做尊专的 他说资本就不对啊 劳动应该是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为什么在劳动的时候他感到好像是很痛苦 不劳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很快活 这不对 他肯定证明这个劳动它是一种异化劳动 这个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异化 然后马克思的话就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很多 最后他引出个结论就是共产主义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洋气 私有财产尽管它有它的历史进步作用 但是由于它把人的本质异化了 把人的劳动异化了 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什么才是合理的制度呢 那就是未来的人 真正能够把人的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次要了 真正能够把人的劳动当作人的一种本质了 这个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确实看起来的话很高妙 但是和我们现实生活 离得太远了 这里面就涉及一个 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人的本质 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今后可能实现的 是吧 只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那个条件 还是说 这套东西包括在1844年首考里面 这套东西 它有乌托邦的成分 这是我当时脑子里面一直在撞要的问题 但后来重要的结果 思考的结果 就是越来越觉得 越来越可以肯定 这个马克思东西 包括他早年的这个青年马克思的东西 它里面包含有严重的乌托邦的成分 有严重的乌托邦的 而这层的话呢 当时这个应该说的话呢 报纸上的有关争论也好 是吧 我这个这个胡乔木和王若蕊 他们这个这个对王若蕊的批判也好 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都没有设计这些问题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所以从这个应该说从83年以后 一直到85年86年 那我自己就开始就继续挖钱走了 那就是找到一个对人的一种更合理的 是吧 自认为是更合理的也更全面的 更科学的一种解释 按照这么一个思路的话呢 这才引出来就是 后来我在那个88年那本书里面提的 就是关于人的一种双重本性的一种 一种概念 就是一个方面的话呢 人还是有他的生物属性在里面 这个生物属性的话 当然他是建立在一个 应该说还是建立在一个 计划论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面 另外的话呢 人也有他的社会性 这两个东西之间 他有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对人的理解的话呢 要从这两个东西之间的相互的作用 这个角度来理解 才能够对人 对历史 对历史当中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 得出一个更深层的解释 这是我自己大概到了85年的时候 这个认识就比较明确了 刚才我说的88年那本书的话 实际上是86年写的 写完了以后的话 因为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寻找出版社 后来定下来以后 真正出版是88年12月 出了以后没几天就64了 所以那个书的话 只出了一版后来也不可能再那什么了 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那本书里面的话呢 包括你们现在手上看到我这个五四六四第一卷 那其实关于这个人学讨论的那些东西 一些个最初的想法 已经都包含在 刚才我说的这个86年写的那本书里面 那已经包含在那里面 这里面当然很重的要条 就是对经济行为当中的那种自私的人性 要进行一种追溯 要找到他的一种根源 这个根源的话呢 我当时是是是是是借助了一个 当时的一个一个学派 刚刚被引进中国的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叫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 你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不一定知道 这个社会生物学的话呢 是这个75年有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做威尔森 他写的一本书 叫做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他就试图的话呢 去寻找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 那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刚才我说的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义 就是什么叫做社会生物学 他要干什么 他就是要寻求是吧 所有动物 包括最高级的动物人在内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这个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当然这个社会行为 这个社会行为指的是个广义上的社会行为 比如说蚂蚁 他也有社会行为 他是一种群体行为 风群也有他的社会行为 这些东西的话呢 在威尔森看来 这里面可以从进化论上找到他的一个深层的根据 他本人是个昆虫学家 那么这样一个理论的话呢 75年问世以后 当时在西方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70年代末 被认为是这个 当时社会科学 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的四大成就之一 四大成就之一 至于这个社会生物学传入中国 那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 不客气的讲 在下的话呢也算是当时 就是引进社会生物学 是吧 向国人介绍这个这个新的学派 也算是比较早的传播者之一吧 在我之前还有一位叫李坤峰的 这个当时是咱们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 工作人 工作职员 他最早开始翻译这个社会生物学 但是他翻的话呢 就是翻了一些个 应该说的话是威尔逊的一些个 一些个最基本的东西他翻译过来了 还不够 后来的话呢我最早了解社会生物学 也是从李坤峰的翻译的东西看到的 然后的话我接着这个就开始找这个原文 找英文的原文到北途去查这个书 就查到了 所以这个后来的话 当然我自己也是写了一些个有关社会生物学的一些凭借方面的文章 比方说在这个 1988年 88年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 是我自己啊唯一的一篇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就是讨论社会生物学的文章 88年以前没有 88年以后当然就更蒙说了 因为89年以后我也就不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 任何东西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对这个社会生物学实际上是想把它当做一个理解人的这样一种生物学属性的一个工具来考虑 这个工具大概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看 够不够 显然还不够 甚至对这样一个套路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争议的 也有争议 我自己的话呢 当时曾经下过一个怎么说呢 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更更更系统的 也是个更恢弘的 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总体性的探讨 那当时我把它 定名为叫总体人学嘛 八八年那个书里面也都有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的话呢 因为这个六四事件发生以后 我自己这个学术上也做出了调整 就开始琢磨这个中国现代专制主义问题 所以那个计划的话呢 基本上就被搁置 就被搁置了 当时的想法是拿出五年时间来 六四这个事发生以后嘛 记得和一些朋友一块谈 我拿出五年时间了 我这总体人学我暂时先不做 我把这个中国事我都弄清楚了 五年的时间 当时想是这么想的 后来一做起来看 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后来写这个书的话 刚写的第一件我就用了五年 全部六件写完的话大概还得二十年 而且写之前的话呢 光运染这个东西的话用了十多年 所以这个书全部写完得三十年 哎呀 看来这辈子可能没有希望再去 再去琢磨后面的总体人学了 但是当时的话呢 这个想法确实还是 应该说 就是说非常的集中 也确实很有这个欲望 想想想把这个事情的话 从这个角度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了 那么 一个大事 刚才我说的 是吧 86年写了一本书 说经济行为语人 是吧 后来88年出版 然后到了九十年代初的话呢 呃 当时也是有一个机会 正好国外 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然后跟我约稿 是吧 也是就这个话题 来写一本书 这个约稿的话实际上是88年就开始了 那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正在写这本英文稿 正在写这部英文书 这书的话后来是九十年代出版的 其实的话呢 他的讨论的主题 仍然是这个主题 那就是怎么样的话呢 去从这个一个更综合的角度 把这个人的生物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 是吧 看作是理解人的两个基本的线索 甚至把它理解成是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 构成人的行为的最基础层面的那一个规定 是吧 然后去探讨在这个之上 关于人的经济行为 关于人的政治行为 关于人的社会行为 关于人的文化行为 我们怎么来理解 怎么来定义 是这么一套东西 这样一个想法 坦率的跟大家讲 其实我今天也还是很想再做这个事 只不过现在实在是 实在是没这个时间 所以只能是看以后再说吧 好在的话呢 在现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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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于这个现代专制主义的这个这个这个分析当中 是吧 就是八十年代我原来考虑的那些问题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个理论上的一些个素材 是吧 还是可以合并到我们今天讨论 是吧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因为他毕竟的话呢 如果我们把宪政改革 把它看成是一个 社会转型过程 而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的话呢 他又涉及到一个整个这个这个对文明的一个理解 是吧 对于制度现代化的一个理解 那么制度现代化的它的前提 就和我们刚才 就是我当年八十年代思考的这些问题 就很自然的就结合起来了 原来说当时的话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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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行为当中 人的这种自私性的理解 是吧 那么对于是吧 我们今天来建构 是吧 来理解就是这个市场发展当中 是吧 他所具有的那种正面的是吧 社会的进化的功能 正面的那种社会推动的功能 以及他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 其实的话呢 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获得一些理解 这当然是一个应该说 可以无限延伸的这么个话题 可以无限延伸的话题 就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第一卷 其实也只是在这个方面的话 给出一个框架 那下面的话呢 还要做很多具体讨论 所以我自己的话呢 如果今天回忆起来 是吧 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对于这个人学的问题的思考 对于这个异化问题的思考 是吧 对于人导主义问题的思考 是吧 我们是可以在很多方面的话呢 来继续深化这些话题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务的话呢 实际上也都和当时那些话题 有着某种联系 尽管我们今天 已经可以在 这个大大的超出 或者是超越当时 人们议论这个问题的水平 是吧 在一个更新的一个基点上 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新的语境之内 来回想当年的话题 是吧 来推进的这些讨论 是吧 所以这也正式的话呢 我想把这个话题 也当做咱们这个读书班的 一个题目吧 是吧 来讲这个这个这个 关于这个思想解放 认知局限 是吧 同时的话呢 也把它理解为是我们 现在仍然在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那也是个宪政改革这个话题 是吧 希望我们这种讨论的话呢 能够给这个 呃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提供某种基础 提供某种基础 好 这个话题我是不是就简单说这么多 那 这个 下面咱们是不是就是说说 你刚才关心那个话题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 你们先说说看看关于这个话题的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吧 哪些个问题大家现在很感兴趣 然后咱们讨论 首先是 肯定是这个 这个概念 或者这个理论 它的 它的起点 如果从文斯坦那里来 或者是相关的 马克思之后一些理论家 工夫或者是 完善或者是变化 文字理论 这是一块 然后是 就是 领主社会主义 在今天的 看的现实意义 它可能 就这个东西 到底能走多远 对我今天有独大的房子 还是它根本就是一个 有错的 一个房子 对它首先有一个学理上的 分析 或者接着是一个价值上的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 你自己怎么看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嗯 过了 你让我看 我内谈的文本 我就没看完 我只是看了一些 比如去叶化春天外 主要在上面那些 嗯 我觉得 就理论上 它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一个 对马克思主义 深的那一部分 可能倒向专制的那一部分 它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自由不能一个 一个反动 可能倒向专制的那一部分 应该是一个 嗯 就先谈第一个 先谈一种 理论 嗯 你就是说的话呢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 是吧 实际上是 包含这么个功能 就是对马克思 原来它这个理论当中 可能导致专注的那些因素 它实际上是一个反弹 或者是一个矫正 是个意思吧 嗯 但是它并没有 是没有离开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它这个反弹的 非常重要 嗯 所以也对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面 也来谈民主社会主义 还是你出过这个 这个荒谈来看这个问题 反正我看了很多 民主社会主义 比较同意去 吕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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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 这个东西 它只能在自由主义 社会的调整下 在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 在我们这套 马克思主义 尤其像我们这种 马克思主义 才不开始生产好 就是说 无论我们现在看来 民主社会主义 对完善马克思 对改 就是改变马克思主义 这些导致专制集权 这些东西 我懂吗 在这种这种作用 或者说 反向制约的这种功能 但是 民主社会主义 本身要运作起来的话 必须需要一个自由社会主义 就是这种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无论民主社会主义 今天在西方 它有多少 就是说国家 在实行这样的政策 但是 它的社会运转的条件 肯定是一个自由社会 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 或者说 民主社会主义 你如果 我当然不了解得多 如果说它有一个最高的目标 它还是要达到公主制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那我认为 才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 民主社会主义 它已经是一个 一个 跟资本主义 这种东西 跟资本主义 这种东西 结合比较好的 现在 在西方 包括这比较好的东西 那它可以抽一 一个政策的渊源 就是政策出发点的 那种渊源 那时候可以存在 那它 要是说 它还有它 那种 马克思主义的 目标高远性的东西 我认为 这个东西 应该说 也没有说 这个 不可能有一个 完善的 这种 这种 类似于民主社会 没有缺点 对 对 这我就知道 民主社会主义 它很大的一个价值 总说是 对这种 可能导致专政那部分 民主社会主义 那这个 反正它的一个 欺点就是 理论上的欺点就是 它确实是 在一定程度上 把托了那种 民主社会主义 我再说一句 他说 民主社会主义 在我看来上 没有一套 所以非常成熟的 或者是 完全在他那里 创见这些自我 说的说的 非常 对 恰的这样 他只能做一个 在 自由主义社会内部 一个 政策的 一个基点 或者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 那种修正 他不可能 瞎瞎有一套 可以建立起一套 就是说 我们完全不要 就是 就是 民主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就叫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 但是自由主义 关键没有 你这个 你这个是 就是在一般的 这种 就说它不是一套 我觉得 马克思主义 就是这个 这种办法 它整个是一个 在马克思主义 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 本身有大问题 在解决 马克思主义 问题 过程中 跟一个一个过渡性 一个东西 嗯 嗯 嗯 我给你考虑这个问题 不能拿一个 一个 一个 纯旋理的这样一个 武镜来 可以考虑 不 我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这个东西 一出来 这么大的反弹 而且这个标策 只有民主社会 这还是共产党的 你不能 你不能 简单地说就是共产党的思路 就是它就不好 共产党的思路 可能 它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东西 或者王毅老师就跟我们说 生活 人生就是这个 你现在 是这样一个 几十年来 就是这样一个 或者百年来 我们选来选去 就是选的社会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 就是说 即使说改革共产党 今天改革国家体制来说 不可能建立一个 完全的 不缠杂的 民主社会社会 也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你如果想 想引进民主社会 首先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自由开放的 那套政治架构 这套东西 限制那些东西 存在 如果没有限制那套东西 存在 我们没有所谓的民主社会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 就是什么 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讨论 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讨论 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讨论 或者乃至这个理论框架 对于我们现实的现实的路程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提讨 而不是说是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我就不要民主社会主义 我就直接 现实民主国家就滑了 我要民主社会主义 那应该跟这还是不一样的 现实民主国家跟已经有民主社会主义 或者说也不能抽象 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 一些操作方法 架接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至少是变成中国语境 所以我之所以说 就是说 不存在一个重参的 是 是东西 但是他这个理论提出来 所以 如果中国是大大一个问题提出来 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来 对他有一个这种 所以他一定在一个现实语境中 有他独特的价值 价值 是一样的 到底有什么大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关注的理论 所以这个 你上面是可以 行 我谈谈我的想法 然后大家可以 这个这个再来再来讨论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来看的 是吧 你关心的实际上是一个最现实的层面 那你关心的话题其实就是 谢涛在这个阳光春秋上 是吧 搞了这么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吧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是吧 成为应该说的话 07年以来 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是吧 一个大事 思想是什么 哎 这个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吧 应该说的话呢 呃 看来不仅仅是有他学术上的意义 更多的是有他现实上的意义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这就需要做一个 需要做一个讨论 我自己感觉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啊 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话题的话呢 其实涉及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涉及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层面的话呢 就是从历史上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当时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是吧 这个问题 就今天我们所说的啊 民主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在当时实际是作为 这个第二国际一些个思想家 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思考 是和这个问题 结合在一起 大家知道的话呢 是吧 一个就是 马克思当年的话呢 他有这么一个论断 就是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上中 马上就要敲响了 剥夺者马上就要被剥夺了 哎 资本人第一卷 发表1867年 那这个明 这个节目很明确 啊 就这个资本主义活不了几天 马上就要完蛋 那 而且这个完蛋的话呢 最终要靠暴力的方式把它终结 剥夺者被剥夺 哎 所以这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在当时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命题 是由这么两个东西构成的 就第一 资本主义的话 是 秋红的骂掌 他跑他蹦不了几天了 第二 推翻他 终结他要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所以你看 七十年代 当时 这个这个这个 巴黎公社一发生 哎呦法国革命这个这个这个来了 那么 马克思当时混心鼓 哎呦看来这个共产主义真是要那个 是吧 哎 然后再往下边说 哪哪哪发生革命了 又 欢心鼓舞 但是没想到的话呢 每一次都是啊 没怎么样的话 革命又高潮又过去了 又转入低潮了 那 这个英国共产阶级本来马克思是赋予了个 巨大希望的这么个地方 是吧 但是英国共产阶级后来越来越不争气 怎么他就禁搞他那个宪章运动去了 什么叫宪章运动啊 就是争取补显权 对不对 争取 工人阶级在这个这个投票投票选举的权利 争取在议会里面要选出自己的代表来 就干这个事 干这个事 对马克思来讲的话 他就觉得 哎呀 这跟我要讲的那个无产阶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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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社会革命那个方式这玩不一样啊 所以其实当时马克思有的很郁闷的一面 哎 老店的工人阶级革命革命最后这革命老是老来不了 是吧 或者偶尔的蹦了一下没几天他又下去了 哎 这次他原来设想的革命高他都总来不了 而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还有个什么呢 就是整个啊 用当时的说法就是资本主义的和平生长 各国都出现了普遍的繁荣 他这跟当时斯本说讲那个东西的话 这个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越来越大而且是 越来越大 是吧 然后到了这个九十年代的话呢 德国更那个了 是吧 这个比斯麦他这个这个这个政府后来干脆我这个反社会党人法 我就不用了 我就就废除了 是吧 社会民众党的活动合法化了 你去想想当时在德国内的这件事影响多大 是吧 就跟我们今天说今天如果突然间共产党宣布开放党进了 大家可以阻挡了 啊 这是影响大 对 那德国社会民众党过去是地下的 对不对 艾森纳和派也好 拉萨尔派也好 实际上都是地下党 对不对 后来他就变成合法的党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马克思当时也不在了 1883年他去世了 但是恩格斯还在 恩格斯一直活在1895年 所以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的时候 恩格斯自己脑子里边他可以也在琢磨这事了 这方看他 是吧 这 这这这是不是真的发生变化了 原来我和老马搞的东西对不对 这东西是吧 他可能脑子里边他他在琢磨这个事情 但是恩格斯毕竟的话呢 说话很谨慎 说话很谨慎 他从来没讲过说我们原来说那个 已经过时了 不对了 他没有这么非常明确的这样讲过 他在最后那个两三年的里边的话呢 他的确表述过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由于这样一个今天这个条件的变化 是吧 看来呢通过和平的方式 通过议会的这种这种竞争和选举的方式 是吧 来谋求一些个工人阶级的一些个一些个利益 是吧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是吧 甚至的话呢 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 是吧 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 来实现社会主义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也不过儿子瘾 暴力革命这个东西 恩格斯并没有彻底的否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在这插一句 就是谢涛老先生 他的那篇很著名的文章里面 啊 关于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 他不是引了很多晚年恩格斯的观点吗 是吧 他那个观点简单来说 就是认为恩格斯晚年已经放弃了 早年他和马克思的那些观点 而证为的话呢 这个 这个通过和平的方式 是吧 非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应该是一个当时应该选取的道路 这个谢涛老先生 这个这个这篇文章的话呢 发表以后就有不同的人提出意见 那说你这个对恩格斯的观点有误解 甚至是故意的这个这个这个歪曲 是吧 为这个事的话 我还特意把这个恩格斯晚年的那段东西 我认真的看了一遍 那我看了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的结果也是 就是看来谢涛老先生 是为了达到他现在的这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一个需要 那那么他对当年恩格斯这个东西 的确有 断章其余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有的 这问题是有的 你们也可以看看啊 我我我记得你们 我当时看到这个争论以后 我就把那个 这个恩格斯那篇东西拿来 我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是吧 看了结果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恩格斯的确两方面的意思 都有 和平的方式 可以看来现在有这种可能 但是暴力的方式 也不能说我们就把它彻底放弃 两层一层都谈了 那而谢涛的文章确实是更多的谈了 强调那个和平那面 那 这就后来引起了争论 那他的意图我们很清楚 这个咱们一会再说 所以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话题 在当时的恩格斯的晚年 一直到了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那些最著名的思想家 比如说像博尔士坦 像考斯基 是吧 当时的确的话呢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两条 第一条 就是资本主义是不是马上就要崩溃 还是说他仍然有生命力 第二条就是 是不是非要用暴力革命来推翻他 还是说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 非暴力的方式 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 来实现社会主义 而这两条的话呢 当时的第二国际的最重要的思想家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博尔士坦 考斯基 他都是主任后者的 而他们的话呢 就构成了后来整个二十世纪 这个欧洲社会党国际 是吧 还有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 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资源 构成这个思想资源 说老实话 这个博尔士坦当时那个书 写的是非常精彩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读来 还可以找到读一读 是吧 博尔士坦最著名的书啊 叫做社会主义的前提 与社会民众党的任务 社会主义的前提 与社会民众党的任务 这本书的话呢 我自己是在 是在上大学之前大概是 上大学之前和当中吧 都在读这个东西 当时读的是咱们六十年代 出的那批灰皮书 就是叫做内部 共批判用 修正主义的文集 修正主义文学 其中有一本 就这波尔士坦这本书 是吧 当时我记得我 跑到一个公园里边的话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天天到读的很 因为从图书馆界的嘛 做了大量的笔记 拿着看的话 确实觉得极其精彩 是吧 讲的很很清楚 是吧 就是他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是分析当时的情况 就认为是吧 情况已经变了 是吧 灾变论那个东西的话 现在是不能成立了 是吧 不能说资本主义 马上就要就要崩溃 是吧 他确实还是有很强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自我生长的一个空间 是吧 另外的话呢 工人阶级应该通过点滴的 是吧 争取自己的权利 是吧 在议会当中争取自己的席位 是吧 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呢 来逐渐的 是吧 增加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是吧 最后的话呢 逐渐的 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夺取政权 而不能是还要 非要搞那个暴力革命的那种方式 这就是当时这个波尔士坦的 一个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所以这是一层意思 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的话呢 是吧 它的起源实际上是从从从这个地方来的 从这个地方来的 当然波尔士坦的观点 考斯基的观点 后来被列宁批判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是吧 因为列宁是不主张这套的 对不对 列宁他是主张暴力革命 是吧 而他认为的话呢 可以从最薄弱的环节来来来来来发动 是吧 这才有了他这个所谓这个苏外的革命 是吧 然后后来的话 他又搞了他无产机专政 是吧 那么考斯基后来批评他 是吧 批评他你你这个这个搞这个苏外专政 你不搞这个这个这个 你解散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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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这些做法的话实际上都是 是吧 就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说 你这套也说不通的 是吧 那么列宁马上就回敬了 是吧 无产机的革命和叛徒考斯基 那我一篇小册子 把考斯基给冲骂一顿 是吧 但当时批评列宁其实不只是考斯基 是吧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 就是这个卢森堡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是当时啊 就是属于是上个世纪初 当时的话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这是第一层 那民主社会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实际上就是 当代西方的一些国家 实行一些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 是吧 比较明显的比如像北欧一些国家 是吧 日本 是吧 法国 英国 甚至在某主义上包括今天的美国 是吧 是吧 当然北欧最明显 瑞典最明显 那么这样一种社会民主主义 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的这种政策 是吧 它的一个基本点实际上就是强调 这个社会平等 公正 社会福利 哇 这样一些东西在整个国家当中的重要性 它在强调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的话呢 实际上是作为矫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某种缺陷 矫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某种缺陷 提出来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大家知道 就是18世纪以来 是吧 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一种市场的 是吧 这个 以市场为核心的 是吧 这样一套东西 或者叫做市场资本主义 是吧 是吧 它的特点的话实际上是通过诉求 这个对人的这种 这个利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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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驱动 是吧 利益机制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来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 是吧 并且认为的话呢 这一种自由放任的这种自由主义 它是最有利于社会资源的 充分的调动 是吧 最有利于的话呢 整个财富的这种 这种增长 是吧 这也正是的话呢 包括海赫在内的这一些个 应该是现代自由主义者 他们所强调的东西 是吧 但是这套东西的话呢 的确在它的这个运行当中 暴露出了一些个自己的弱点 就是当一个社会 是吧 把这个效率问题看的非常之重 是吧 看的非常之强 是吧 这个把自由问题看的非常之那个 是吧 从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 是吧 就是效益这个重义重义了 但是平等这个方式可能会忽视 这也正是的话呢 后来这个关于这个社会民主主义 是吧 是吧 关于这个这个呼吁这个社会公正 社会平等 啊 国家要适当的进行干预 是吧 要采取适当的社会保障的政策 是吧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是吧 使那些在竞争当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是吧 那些个社会弱势群体 也能够得到必要的 这个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 是吧 这样就把那个 这个应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里面包含的那种 自由市场经济的那种过于残酷的 甚至是血淋淋的那一面 他要适当的给予修正 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 那 这就是应该说是现代这个一些个西方国家 是吧 他在提出这个这样一套制度 是吧 这样一套政策的时候 是吧 那么他的一个基本出衷 但是我在谈这个时候的话 请大家注意 就是不管是哪个西方国家 不管是北欧也好 是法国也好 是英国也好 还是日本也好 他的这套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啊 对平等的必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照顾 是吧 乃至于的话呢 政府在这边发挥适当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 它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 这个前提就是说 他从来没有否定 自由市场经济仍然是这个社会运转的 特别是经济运转的一个基础 他只是在自由市场制度运转的前提之下 适当的来矫正 是吧 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个缺陷 适当的来矫正 这个过程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个负面结果 而他从来没有对这样一个自由市场制度进行根本性的质疑 是吧 更谈不上去取代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理解这个当代这个叫做西方国家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吧 张老师我插问一下 是不是就在这个意义上 博士坦考试机的人的这个想法和他的设计 从现在西方这样一些国家的这种政策思路 在某种意义上是找到一条路 可以这么讲吧 那 虽然说他们最终的对抖 比如说这个考试和 博士坦他们最终的对抖 还有一个所谓的 社会主义 那样一个 有影响的一个方向 但是从进路上来看 博士坦考试机 他们也是在现行的方向上 给他进行博弈进行协调 然后这个也是真实的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博士坦考试机 是吧 这个第二国际的战组领袖 一直到今天的一些社会党 国际的一些个党和一些领袖 他们的基本点是这样子 有些人当然对社会主义 他仍然是作为一种理想在追求 是吧 但是的话呢 他把这个追求是 实际上是融合在今天的 宪政民主的框架之内来追求的 对吧 比如说法国社会党 是吧 法国社会党他党前的时间很长的 他里面追求这个政策的话 他他推行的政策 他在选民当中号召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的话实际上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强调的是社会公正那一面 强调的是对一般的 弱势群体的那种那种补贴和照顾 强调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制 是吧 但是这套东西的话呢 一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没有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 第二 他是在宪政民主的这样一个框架内 来谈这个事情 而这一条的话呢 应该说 这个和就是比当年这个第二国际 是吧 是吧 比他们当时的认识来讲 那就要更更更进一步了 是吧 当时的这个博士坦考斯集团 他们还是想是实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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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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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个前景 是吧 还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来来来 来那个的 而到了二十世纪以来 特别到了今天 是吧 不管是西方的哪一个左翼政党 是吧 他也在推行某些个更多的带有社会主义 是吧 但是可以这么讲 说把这个 哎呀 把共产主义当作我未来追求的目标 是吧 那个今天就应该说一件 很少很少 是吧 那种就是 你就说带有这种这种这种左的 而且是好像甚至是毛派的 是吧 这样一个东西 应该说是很少 是吧 他基本没有市场 特别是经过这个二十世纪 这样一个冷战的 这么一个较量以后 是吧 这是第二层意思 我说我这样这个这层意思的话 应该说也非常重要 第三层意思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那才是就是你刚才关心的那个问题 就是对于今天的中国 对于今天的中国 为什么要谈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话题 是吧 其实的话呢 像有余在内的话 他们讲就是说 这个民主社会主义 毕竟的话它是个自身的东西 是吧 他前面应该有一个前提的 而这个前提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前提 没有那个前提的话 后面这个东西不好说 是吧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话能够成立的 是吧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们要理解就是今天 是吧 包括谢涛老先生在内 是吧 他的这篇文章 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的中国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其实他说明了一个问题 其实他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人们今天的话呢 对这个话题 他是有一种 为今天的中国寻找出路 特别是为今天的执政者寻找出路 非常意思 非常意思